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疫苗的施打率台中市第一季已经突破了八成 而第二季也超过七成 都是高于全国平均 但是台中市府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继续要催出犹豫人口 市长卢秀燕上午在市政会议就宣布了 从1月5号开始 无论是打第一季或是第二季 都能获得200元的商品券 去年新冠疫情大爆发 台中市府首创快打战 疫苗施打率快速提升 目前第一季突破八成 第二季也超过七成 都高于全国平均 全国的平均率现在是79.9% 还没有满八成 打第一季 那本市已经推到83% 83% 那打第二季呢 全国的平均率是69% 6%到 5%到7% 但是本市的第二季是打疫苗 已经推到71.13% 台中市新冠疫苗前两季 涵盖率都高于全国平均 但为了城市安全 市府继续努力 要推出有余人口 贫寒概率再提升 市长罗秀燕在市政会议上宣布 从1月5号起 无论是接种第一季或第二季 都能领取200元礼券 目前还有超过16%的市民 尚未施打新冠疫苗 而市府去年12月中 针对首大族发礼券 短短9天就催出1万多人接种 那大家不要小看200块礼券 那跑出多少人打 从12月这个13号 一直到12月21号 短短的9天 因为不能罢口 跑出1万260人来打疫苗 这次市府针对前两季 尚未施打的市民寄出奖励措施 拼函概率再提升 给民众更安心的居住环境